嗨 大家好 我是秦宝 现在是中午 我闺蜜 今天晚上就要过生日了 然后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 我还在那儿想 万一礼物回不来了咋办 然后想着想着 那个快递就给我爸打电话了 他说礼物到了 然后我就赶紧下去 秦宝饭都不吃了 接着跑楼下去回来了 对 然后也带你们来看一下 我选的到底是哪款礼物吧 他还在那儿操心 万一回不来 我是不是要再选其他的 他还说等会吃完饭再去买呢 对不对 行 来打开吧 看一下 好吧 好嘞 看看是不是我们选的那个 你们知道我们最后选的是哪一款吗 跳了七八款 对 打开看一下 看里面有没有那个袋子 有 你在这儿干嘛 来 看一下 什么 慢一点 慢一点 是不是这些 打开看一下 跟那个手机上怼一下看看 好吧 好嘞 现在呢 来看这里面有啥 这是一个透明的笔袋 这个笔袋够大 对吧 对 它里面可以放好多笔 然后呢 看一下 它里面还有胶带 手帐胶带吗 对 才配的好全呀 先放一口 鸡卷一个 大大小小的都有 对 然后呢 是一个豪宅的本子 它是可以记录每天的 手帐本吗 上面写的手帐本 对 看 记住 记录生活每一天 然后是一个可爱的相机 来 让我看一下里面还有啥吧 笔 哇 这么多 哇塞 哇塞 这也太多了吧 这么多笔线 对 这个是还是贴纸 这个是贴纸 然后是改正袋 一个小本 口袋本 对 还有一个便签 这个好好看 这个我喜欢 然后呢 是尺子 全套的尺子 对 然后是本子 两个小本本 它里面是这样的 它有一个大本本下面 对 这是笔 银光笔 嗯 还有一个 这个是装它那个笔的 或者装其他的都可以吗 是吧 嗯 然后呢 是两个大本本 还不错 还不错 这个是不是啊 嗯 直接放进去吧 嗯 我下午去英语班的时候 你帮我拎着 我帮你拿着 然后上英语课 直接给你送到他家吗 对 你知道他家在哪儿吧 知道了 行 他跟我说了 现在下午已经放学了 我刚才刚给他送到 那个英语班里面 我在下面等着他 看看他今天在有动力的情况下 能第几个给老师背会出来吧 他的几个闺蜜 刚才说在这儿等他 我说你们不用等了 然后先回家 等会儿我给秦宝直接送过去 等会儿看一下他几点能出来 你背完了 这快 走 礼品已经放在那儿了 拿好 多么无忧无虑 我们现在已经到小区门口了 然后同学家来接他来了 请把现在给爸爸打电话了 你结束了是不是 嗯 爸爸去接你 嗯 好 在哪儿接你 在哪儿等你 就在小区门口 就是刚才咱们俩分开的地方好吧 嗯 行 你现在下楼爸爸去 好 好 请把我回来了 怎么了 开心不 开心 这边你还吃点糖 爸爸呢 爸爸在后面了 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嘞 我们去那里 我们去那里玩了什么呢 就不具体给你们说 为什么 毕竟那是我们的秘密 然后呢 每个人都送了我们 我的好朋友一个礼物 然后呢 多祝他生日快乐 然后我还祝他 学习越来越好 那具体我们玩了什么呢 就不给你们说了 因为那是我们的秘密 那好了 今天就这样吧 拜拜 看这个开心的啊